这只海豹正被一团废弃的鱼网缠绕,在海里动弹不得,不停哀嚎。 幸运的是,救援队发现了这只可怜的小家伙。 救援队准备解救它,但小船刚一靠近,害怕的小海豹就挣扎起来,疯狂地抖动身体,想要挣脱鱼网的控制。 然而,鱼网却越缠越紧,小海豹的身体已经被鱼网勒出一道道血痕。 由于小海豹在水中挣扎太过激烈,救援十分困难。 救援人员只好在割掉大部分鱼网后,将它带上了岸。 海边的烈日非常耀眼,小海豹却奄奄一息,抽泣声伴随着阵阵哀鸣。 可怜的眼神透露出,它是多么希望能重获自由。 随着救援人员的靠近,小海豹使劲往水面挣扎。 救援人员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割开鱼网。 小海豹仿佛知道自己即将获救,开始慢慢安静下来。 躺在原地抬起头一动不动,显得十分配合。 很快,缠在小海豹身上不知多久的鱼网就全部被解开,它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。 但神奇的是,获救的小海豹并没有立刻逃跑,而是看着救援队员发出了几声温和的凝叫。 仿佛在说,谢谢你们救了我。 随后,小海豹慢慢奔向大海,还不时回头向救援队员告别。 他兴奋地拍打着尾巴,这是向救援队最后的致谢。 接下来他将游向远方,去寻找自己的同伴。 每年会有64万吨的鱼具被丢失在海洋中。 每年超过13.6万头鲸、海豹、海豹、海龟被废弃鱼具缠绕致死。 人类制造出的海洋垃圾,才是威胁动物生命的关键因素。 少丢一个垃圾,或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。 爱护动物,让人类不孤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